如果有客人呢 問我說我們比度最大的特色的餐點是什麼 我就推薦我們自家的咖啡跟麵包 那咖啡當然我們從栽種、烘焙到後面的沖煮 都是我們自己來 所以客人的反應都不錯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自家的麵包 那曾經很多客人說你們家的麵包好好吃喔 是不是有什麼絕招配布 那我這樣回去想想看 其實我們不管在店裡的很多的料理包括麵包 我們都是盡量用在地的食材 例如叫肉桂捲 那為什麼會有肉桂捲的產生呢 也是因為我們原子種植了很多的肉桂樹 那我們就會把肉桂葉呢 加到那個麵糰裡面去攪拌這樣 所以它會呈現一點點一點點的顏色 那個綠色的一點點是 是我們台灣原生種的甜肉桂 所以有一些國外的朋友啊 他在德國啊 德國的肉桂捲應該也是很有名 他會知道我們的肉桂捲竟然說 欸好好吃喔 不一樣 好想把它帶回去這樣 他也會問我們說這為什麼不太一樣 那我也會把我們製作的過程 稍微跟他說 他覺得 哇 我們台灣的那個肉桂的原生種 肉桂也這麼香甜 那不只是肉桂 那我們也會把馬奧 馬奧的元素加進去我們的麵包裡面 所以其實很多的食品 那有時候客人問我說 我們餐真的很不一樣欸 然後餐點或是麵包都不太一樣 我說有時候會去想想想 其實 呃 終於原味 就是 找到麵包它最基本它原來的味道 就是它最好吃的 呃 配方 就是 吃到它原來的味道 才是最好吃的麵包 因為ней大小小的地方 wel analog us有 使用這些麵包 頭的兒子 這一句 你好 special